已经奥运会期间小布什来了 然后普京也来了 来了之后呢 这个在人民大会堂宴请 中间呢 结果他这个都等着他 他自己出去打了个电话 回来晚了 小布什说 我们都等着你 你干啥去呢 他说没事 我打了个电话 家里有点事 这事就过去了 就刚才出去接个电话呢 就是家里来电话 他说那就是按照原来 我跟你们说的 那就开始发动一场战争吧 陆海空全面出动 他一个手机电话 就解决这个问题 家里就打起来了 晚上就是开幕式 开幕式的这个小布什 跟普京坐了一排 小布什就特别喜欢 这个普京就跟人边说 换个位置啊 我挨着普京 俩人就聊 就问他说 说你离家打起来了 你隔这么远 是你下的面脸 普京说是啊 他说你这个事不好啊 他说你这个退休老头 就不要管这事 你还有半年时间干他 你就别管这事了 普京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畅销说啊 大家都会提供的 我自己是有提供的 其实看书啊 你买了不看也行 你放在那个地方 他是个厌相 买一本吧 钱也不贵 我给你推销推销 这个推销书不算丢人 这个做别的广告 我不敢做 做书的广告还可以 做得第二套 每个半年 给 olduğ